好 我們最後還有一點點時間 在座有沒有問題要提出來討論 好 我們先開放 在座有沒有問題要提 OK 好 這兩個案例其實都非常的獨特 那事實上 如果大家經常在台灣各地旅行 大家會發現其實像這樣子的案例 老房子整修重新再開放使用 有的時候是商業使用 有的時候是公益使用 其實幾乎在全台灣都在發生 所以我們如果從一個大的歷史的角度來看 民國70年成立文件會 文化建設委員會 現在文化部的前身 它第一個成立要解決的問題 其實就是那時候大量的古蹟破壞 最關鍵的其實就是寧愛太古厝 寧愛太古厝現在就已經搬到了 新生公園旁邊了 在高速公路的旁邊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 這40年是一個價值轉換的時代 我們把老房子拆掉 蓋成新房子 那個是叫做那個時代的進步 轉換成現在 大家用更高的代價更大的耐心 比如像剛才兩位分享的經驗 去讓老房子改變 像建築師剛剛提到的 一個陪伴的過程去讓它改變 然後我們看到現在我們的年輕人 或者是我們到不同城市去旅行的人 我們很喜歡去老房子去享受這種空間 它其實是一個40年的價值的轉變 它還在繼續 價值轉變它的力量來自哪裡 現在我們看到的新的力量加入 就是我們台灣產業的進步 我們產業的進步賺了很多的外匯 然後這些擁有 企業或者是賺到外匯的這些企業家 他們開始把他們從國際上賺來的錢 他們把他們的知識 或者是工業技術轉換成外匯 轉換成錢之後 把它重新投在台灣 創造新的土地價值 所以這是整個價值轉換的一個 持續在發展的過程 我們看到都還在繼續進行中 譬如說像陳執行長 像這一代的企業家 他們發展企業賺了很多的外匯 然後他們把外匯拿到台灣來 我們看到Ban在開始經營街區 我們也看到有的企業家在買山林 為了保護山林所以買山林 買田地 為了讓田地可以持續變成農耕 所以在買田地 或者是在保護各種各樣的資源 所以我們看到台灣整個價值的轉變 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可能比我們在談公投都還要更豐富 這裡面有非常多的價值同時在發生 可是如果說我們都有一個這樣的眼睛 去看台灣 去看我們這一代的 不管是企業家或者是建築師 他們在做的事情 你會非常感動 這個是一個深層的 沒有被注意到的 甚至都沒有被媒體大肆報導的 一些力量的轉換 正在為台灣的未來創造新的可能性 那我們現場有沒有提問 沒有 那我問兩位各一個問題 剛才中建築師沒有特別強調 你這一切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你就只有談藍事 事實上等一下 如果我們這個活動結束之後 大家可以走路走15分鐘到二條通 那邊有一家咖啡廳叫做綠島小夜曲 就會看到中建築師一切起心動念的源頭 等一下請建築師提一下 就是你為什麼會從一個成功的建築師 然後開始來整修老房子 另外我想請教陳執行長 你在做這些事情當然是你的發願 然後你延續了你父親的母親的這種 這種樂聖好施的慈善精神 那你怎麼樣把這樣的精神 傳遞給你的下一代 好 那讓他們也願意接受 那個爸爸把這麼多的財產 都拿去做了這些事情 然後不是留真金白銀給他們 你怎麼樣傳承你們家族的這個文化 我們請建築師先好不好 我先講一個題外話 我其實很感受到陳先他的努力跟他的用心 這個剛剛我在下面聽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部分很感動我 我也同時可以體會到他應該是相當的操勞 因為這個事情不好做 而且他要一件事情都不好做 而且他要做好幾件事情 所以我在想我先鼓勵他 要稍微再努力一點 真的不太容易 那我是這樣子 我其實不是一個太震驚的建築師 我說不震驚 不是說 其實是這樣 我沒有很完全的時間都拿來做建築設計 有做的事情滿多的 因為我剛剛沒有講 我其實是 當然本業是建築 我也做很多室內設計 然後我也做房地產 曾經我也做過代銷公司 然後我其實還跟我太太開了一家 中醫診所在蘇州 做接觸蘭氏當然是一種緣分 我剛剛一開始就講 因為這是本來就不在計畫之內的 但我想利用老空間來做一些不一樣的這件事情 我在十一二年前其實就開始做了 那個時候是這樣 那個時候是我的建設公司 因為案子都推完了 沒有土地 那就去跟人家標 每次都標書人家 因為我們這種建築師還是比較保守 生意人其實不一樣 生意人他其實是比較趕 那我們就是怎麼標都標書人家 後來就有一年在有個案件 在中山北路二條通的巷口 那其實是一棟舊建築 很老的建築 但是因為是國有財產局的土地 那我那一次因為標土地 標了很多次都當第二名 所以我那一次其實有放一點膽量進去 就是說算一算就覺得說可以 我再加碼這樣子 結果那一次標過頭了 標過頭了就是說 那個是一個老房子 是一個有兩層樓日式的建築的老房子 那我其實一開始是看那個土地 不是看那個房子 因為我知道房子其實是老了壞了 可是用土地的價值去算 然後我就標了那個土地 那標過頭了 比別人標很多很多錢 多很多錢 那當時就想說 是不是可以跟周邊來整合這些土地 來做一點都市更新的事情 然後就不是那麼簡單 那後來我就想說 那不如我搬進來好了 我那個空間放在那裡很可惜 第一個很可惜 第二件事情就是它其實 那種空屋對都市來講 其實是一個不好的 每天都是黑黑的 晚上它也黑黑的 然後呢 我一直擔心說流浪汗會跑進來 或者我也擔心說 過年人家放鞭炮的時候 不小心丟進去 那個木造房子就給燒了 那燒了這件事情就知識體大 所以我後來就想說 那要不然我就花一點錢 把它弄一弄當我的辦公室好了 那就開始去想到說 其實我在這過程裡面 我幫政府修了很多老空間 大概都是日式建築比較多 而且其實規模都蠻大的 就是像那個花蓮林天山裡面 有幾十棟的木造房子跟老房子 或者是花蓮的鐵道文化館之類的 還有嘉義的木浴生態博物館 嘉義那個叫做快藝生活村 那我想我做了好多房子 其實後來都有再利用進來 因為其實我想我剛剛的時間不夠 我沒有把理念講得太清楚 其實修房子不是重點 也不是說不是重點 它不是唯一的重點 它的重點是要好的再利用 你要讓修這個房子 把過去那個年代的東西保留下來 但是要注入新的東西 然後共同走向未來 這是我們修老房子再利用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思路 所以我們修的那些聚落 其實很多空間都拿來做展示的空間 因為是政府的 當然有很多做咖啡廳的 很多做展覽室的 我就想到說 要不我來玩一個咖啡廳怎麼樣 所以那個時候除了當事 自己的辦公室之外 就加了一個想要有營業的項目 就做咖啡廳 老實講那個時候 我其實對咖啡不了解 所以我也大概能夠體會 陳詞新長大大概過程裡面 要去找項目進來的時候 其實要花很多的力氣 我為了要弄一個咖啡廳 我大概喝遍台北市最高檔的咖啡 當時有一杯500塊錢的 一杯250的我都去喝 我就跟老闆談 我說我們可不可以來合作 我還跑到日本去看 人家怎麼開咖啡廳 當然這個過程裡面都讓我有收穫 讓我對於用這個空間 甚至於裝修這個空間 塑造這個空間的氛圍 都有相當大的幫助 後來我就用京都的元素 因為是日式建築 然後我就本來是要跟一個知名的咖啡店合作 都是那種所謂的單品咖啡 因為他跟我說 來這裡可能一個月大概只能做多少錢 之類的 我心想錢就不是重點了 因為你賺不到錢 然後我在想我也虧不到錢 因為當我的辦公室弄一個角落出來 我基本上沒有房租 然後我想說我的建設公司的同仁 沒事幹了 因為沒有業務 沒有房子可以賣了 不然他們來幫忙端盤子之類的 我唯一要傷腦筋的事情 就是去找一個會煮咖啡的人 因為我跟新竹原培科大 那個全部都是我做的 我跟他們很熟 他們有一個叫做餐飲系 我就跟他們求救 他們說我們有一個廚師 他弟弟很喜歡咖啡 要不然你等他來好了 他快要退伍了 我就等他來 我就這樣子 從這些背後的這些因素 第一個是怕閒置 第二個要充實他的內容 第三個是要有一個好的人才 老實講煮咖啡是一門很高的技術 你要隨便沖一沖也能喝 但是你看到那些高手在煮咖啡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狀態 我看到他煮咖啡 我後來等他兩個月三個月 等他退伍 然後慢慢的建構這個咖啡廳 那其實是這樣子 我看到他煮咖啡 我就真的被他感動 他那個很專注的神情 然後用很講究的這個豆子 很講究的工序 然後很用心的去煮咖啡 我第一次覺得說 你很用心的在做一件事情 呈現出來的不只是實體上的不一樣 連味道都會不一樣 所以我其實喝了那一杯咖啡以後 我覺得的確是 他是一個很大的專業 後來我們就請他來 然後也幫忙 然後那個時候在台北市的 或是全台灣的老屋在利用的案例還很少 我們等於是開了一個先驅 所以那個空間就獲得很大的迴響 其實還沒弄好那個荊州刊就來了 就說你們要開日本料理店 這個老房子看起來很像可以吃日本料理那樣 後來我們就說我們要弄咖啡 然後荊州刊就播了 然後很多的雜誌 很多的報紙 很多的電視台全部都來採訪 那個已經是大概是 最熱門的時段大概是在七八年前 因為我們開咖啡廳到現在可能快要13年了 那這件事情其實是 我覺得是一件蠻有趣的過程 就是說從你一個簡單的發想 然後你去面對它 你去執行它 然後得到了那些周邊的這些反應 甚至於很多人來 我們那個小咖啡廳其實是這樣子 它其實是有一些不一樣的特色 第一個是老屋再利用的這樣的一個角度 因為保持舊有的那樣一個老屋的價值跟氛圍 然後注入一個新的元素 也就是再利用的元素 當然有事務所的氛圍跟咖啡廳的這種意業的結合 這種氛圍也是當時在咖啡廳上你找不到了 當好這一波老屋再利用的氛圍帶起來以後 很多的報章雜誌的幫忙 其實我們在咖啡廳 我覺得當時那些咖啡老手告訴我說 你這個地方大概只能做多少營業額 那個狀態之下 其實我們遠遠的超過他們 大概最高的時候那個小小的空間 不到大概30坪吧 我們一個月的營業額快要弄到100萬 其實咖啡廳要弄到100萬很不容易 就算你一個很大的咖啡館也不容易 當然這個只是一個高峰 後來也就比較這種空間慢慢越來越多 它的過程裡面我們的就萎縮 老實講我不在意這些跟藍士一樣 其實我們這個團體不太在意說 現在你能不能賺到錢 我們其實跟陳賢一樣先求不虧錢就好 但那個咖啡廳其實我們是有賺到錢 那我想有這樣的一個基礎 我們那些周邊的那些同事 當時在喝咖啡的時候說要去看 大溪這個老房子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他們多少 或許有一點被我誤導 但我個人其實是清楚的 我知道這些你經營這種文創產業 或者是經營這種小咖啡館 其實是不太容易賺到什麼錢 因為你的管銷 你的人事 那個都很容易算得出來 那我感覺是很幸運的是說 我們藍士的這些夥伴 雖然說當時可能有其中有少數人 他覺得說我們可以利用這個老空間 來賺點錢 那我們這樣一路走來 大概也都六七年了 其實整個跟整體跟當事的評估是差不多 其實一直努力的想說不要虧錢 好在因為我們做的規模沒有很大 其實我們曾經有一度也是有野心的 就是說我在這個小鎮上 以藍士當平台去做一號店 二號店 三號店 四號店 其實我去過日本一個地方 叫做黑壁廣場 那個很有名 你要做社區改造 或是社區的這種再生之類的 這是一個很好的案例 我去拜訪過他們 我也跟他們董事長談過話 他們很成功 我覺得這個模式 其實我應該推薦給陳先生他來參考 陳董他來參考 當然那個是一個在小區裡面的 一個小鎮裡面的三十幾家店 陳董他面對到的是一個新竹縣市的 比較大的一個地盤開店的模式 所以可能有一些理念是相同 但是有一些手法或是策略 可能是不太一樣 這個黑壁廣場其實非常成功 他不只是救了一個小鎮 他還讓這個地方變成是一個觀光聖地 每年有幾百萬人 三四百萬人去參觀 當然中間有一些手法 我想藍士沒有後來這個部分 都沒有飲用到大溪來的原因是 大溪本來就是一個活的 一個活蹦亂跳的小鎮 它的產業其實是發達的 它的豆干 它的木衣 它的各方面的飲食 其實都已經夠發達了 我發現我們要想要去像 那個黑壁廣場這樣去插入 那種它的不足其實相對來的少 所以後來我們就很用心的想說 把房子弄得很好 讓這個東西第一個可以保存 第二個可以在因為這樣的東西 可以衍生出來的一些文創 或是說其他的這種 比如說旅遊結合 或是說咖啡 咖啡我們放棄 茶葉或者是藝術這方面的 所有包括那個茶山 這樣的東西 我們想說跟這個空間可以結合的東西 我們就納進來 但是老實講 我們到現在都沒有賺錢 每個月都在貼錢 所以我看到陳董那個模式 我其實對我來講 我會比較緊張 不過還好 因為他的科技產業很賺錢 好謝謝 謝謝中介主事 陳執行長 好 回應國華剛才的問題是 我的下一代怎麼看我現在在做這些事情 不是把彩彩留給他們 但是好像一直在挖洞 我常常在跟我的小朋友在講一個故事 就是胡適當初借錢給陳之凡 胡適借錢給陳之凡去國外念書 陳之凡到美國之後趕快去打工 然後賺了錢之後 趕快把錢還給胡適 胡適下一封信 就寫一封信罵他 他說我借你錢 我從來不期待你還錢 因為利息在人間 我跟我小朋友講這句話 我們成長的過程裡面其實受到很多人的幫助 尤其我們在戰後嬰兒潮 我是五十年次六十幾 就是在那個時候我們畢業出來工作 手上有八九個工作機會讓我們選擇 所以我們只要努力 應當都會有一些成績 但這些並不見得是我們個人多厲害 很多都是因為社會資源跟一個趨勢 所以我們很早就體會到說 如果我們有累積到有一些社會資源或者一些財富 如果只停留在我們手上 或者停留在我們的家庭 那個其實是一個浪費 如果能散發出去把它當作一個平台 讓更多的年輕人來共享這個資源 這個才是真正的福氣 所以我跟我的小朋友很早就講這樣的觀念 而他們也都認同 我有兩個女兒 他們也沒有 他們會對我做的事情感興趣 但他們也沒有進到我們的這個團隊裡面 我反而是希望將來能傳承 我這樣的想法跟意志的 是我們這個團隊的 而不是我的小孩 OK好 謝謝建築師跟謝謝陳志英長 今天給我們兩個分享非常精彩的案例 那這兩個案例各自都有非常重要的發展歷程 跟它的獨特性 可是背後的是我們整個台灣 我們在整個經濟跟社會轉型過程裡面 我們看到這麼多人用他們的熱情 用他們自己的力量 在富裕我們的文化 在支持我們的文化的延續 給下一代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 那我們謝謝兩位主張者 也謝謝每一位在場的朋友 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的講座就到這邊 謝謝